各位同学好 如果你已经完成了这份Word加货 我们现在试试如何加货 看一看我们打开它之后 电脑里发觉没有Word的档案 那怎么办呢? 请你用Google文件打开 按一按Google文件这个按钮 如果是用手机的同学 请你预先下载Google文件应用程式 然后再按一个箭咀符号 就能够开开这份文件 阿sir其实已经完成了这份加货 我们看看做好了这份加货 看到我们的名称阿sir已经改好了 叫做4C40 无论你是哪一班 打回自己的名字 这个Demo是阿sir的名字 然后后面那些就是跟回原本的名称 打得OK的了 记住你的文件上面 都是好像平时写加货 是有自己的名字 班号数 假设我现在已经完成了加货 我查一查看是否已经完成了 如果所有的桌网的面都已经完成了 那我就准备可以交了 我检查多一次 所有变更已经储存了 如何去找回这份加货出来呢? Google 它是会把你所有交的加货 储存在你的云端硬碟那里 所以你只需要这里确保了 储存了 你就可以删除了这些分页的了 好了 我们来到这个加货页那里 准备交加货 我们如何新增或建立 Google 云端硬碟 在这一步用手机的同学 可能又要再做一步了 就在手机的程式里面 就是下载Google 云端硬碟的一个应用程式 Google Classroom 就能够辨认到 你有这个云端硬碟的应用程式 在这个手机里面 才可以拿到这个档案出来的 这个软件也都对将来大家学习 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都请大家下载它 Google 云端硬碟下载之后呢 就可以在这个新增或建立 见到这个选项的了 我们打开它 那你就会见到 你传取的一个文件 是在最近的 今天传取的 假如你在这个版面 找不到自己的加货 你可以在我的云端硬碟 的最顶层 可以找到这份加货 总之你是用Google Job 或者Google的软件 的编辑任何储存的文件 都是会在Google的云端硬碟 可以找到 你只需在这里找回 就可以打开 它自用上载 并且最后你可以按 缴交 去完成这个交功课的步骤 那希望这个影片 帮到大家 去教你这份加货